今天是2020年2月26日星期三 欢迎收看今天的收评节目 A股的行情结束了吗 这或许是今天大部分人都想去问的一个问题 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我们在回复一些网友留言时曾经提过 当时我们的判断是 今年6月份之后 A股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调整 但是后来因为中国内地新冠病毒的疫情发展 中国央行开始出手维稳 这多少有点打乱了我们原先设定的模型 但是如果现在就说 A股这波行情已经结束的话 那恐怕也不一定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A股的盘面情况 今天的A股没有再次重演昨天的神奇表现 这也是我们在中午的五篇节目视 提出的一个观点 受到外围股市连续两天大跌的影响 今天深圳三大指数跌幅都是超过了三个百分点 其中创业板跌幅更是达到了4.66% 并且收盘时 创业板也是失守了五日均线 上阵指数跌幅今天相对来说比较小 全天是下跌了0.83% 另一方面 今天扣除科创板和ST以后 涨停板加数一共是89家 跌停板则是97家 跌停的股票数量超过了涨停的股票数量 这也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首次出现的情况 另外今天北上资金进流出是39.37亿 其中互股通是进流出4.33亿 深股通则是进流出35.04亿 成交量方面 今天互生两市全天是成交了13127亿 这个数字比昨天是少了1026亿 这些是今天A股排名的一些大概数据 那么回到之前的问题 那么为什么我们既然已经判定 今年A股后面会有一次调整 但是却说 现在就断言 A股的这波行情已经结束 还为时上早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是科技股 从上面的数据我们可以发现 今天深股通进流出的金额 是占到了北上资金全天进流出金额的89% 另外作为目前创业版的两大指标 我们看到今天卓升威是大跌了5.2% 宁德时代同样也是大跌了5.97% 深股通的大幅进流出 以及今天宁德时代和卓升威的大跌 这些都说明了短线科技股会有一波调整 但是我们知道 一般情况下 作为这波A股行情主力的科技股 不大可能会是一波直接拉完结束 通常来说都会再有一个二次做头的情况发生 第二 这波行情里面 蓝车股到现在为止 并没有怎么真正动过 另外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上征50指数的日K线图 从图上我们可以发现 从上周五开始 上征50指数是连续跌了4天 但是成交量却是一个逐级放大 上周五是832亿 这个星期一是842亿 星期二是887亿 今天是935亿 从这些数据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发现 上周五零指数 这几天越跌 下方的承接力度也越明显 这个表现和互生两市其他指数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后面 我们认为 蓝筹股应该还会有一波补涨的机会 另外说到蓝筹股 就不能不提券商股 中午在五评节目时 我们提到 券商股因为目前的成交量 是具备了向上发动公式的能力 但是有点可惜 今天下午 券商股并没有能够完成这个盘面的切换工作 不过 从券商板块指数的周K线图上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目前整个券商板块在周线级别 依然是维持了一个向上突破相体结构的形态 今天收盘后 券商板块指数 在周线上是一个十字星的形态 我们认为 虽然这周 券商板块向上发力的概率不会很大 但是如果这周 最终是一个十字星收盘的话 那么下周 整个券商板块 依然是具备了一个向上发力的机会 第三 在昨天的出品节目时 我们提到 目前市场的成交量分化是很明显的 深圳市场成交量 已经是接近了2015年时的峰值 但是上海市场的成交量 则是远远落后 另一方面 在2019年上半年的那波行情中 当时上升指数单日成交金额突破5000亿的时间 一共有三次 但是这波行情以来 上海市场单日成交量突破5000亿的时间只有一次 此外 今天也是互生两时连续第六天 单日成交金额突破1万亿的大关 我们说 被市场激发的情绪 一般来说 不会立刻熄火 再加上蓝筹股 后面应该还会有一波补涨的机会 所以 从量能来分析的话 现在就断言 这波行情就此结束的概率 我们认为比较小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龙虎榜数据 今天获得机构资金增持的 一共有十家 第一家 长山北明 华为概念 今天是一个跌停板 机构席位则是逆势增持了5939万元 不过 深谷同席位则是减持了1437万元 对冲以后 最终合计是获得机构资金增持4502万元 第二家 高宏股份 车联网概念 连续三天数据显示 机构席位是累计增持了3536万元 第三家 汇畅通讯 云办公概念的龙头 今天是获得机构席位增持2518万元 第四家 安控股份 物联网概念 今天是获得机构席位增持1092万元 第五家 语金股份 苹果概念 今天是获得机构席位增持2660万元 第六家 月龄股份 芯片概念 今天是获得机构席位增持1562万元 第七家 北方华创 芯片概念 今天是一个跌停板 不过机构席位则是逆势增持了2.43亿 深谷同席位则是减持了4270万元 对冲以后 最终合计是获得机构资金增持2个亿 第八家 天福通讯 5G概念 今天是获得机构席位增持4066万元 第九家 伯藤股份 防疫类概念 今天是获得机构席位增持4442万元 第十家 苏大为格 光刻机题材 连续三天数据显示 机构席位是累计增持了2.63亿 那么十家个股中我们发现有9家是科技股 很显然科技股还是今年市场的操作主线 那么现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应该去关注哪些地方呢 我们认为下面几个方向 大家这两天可以去特别留意一下 第一个 美国股市 今天晚上 如果美国股市再是一个3%以上大幅下跌的话 那么它将给全球股市带来极大的恐慌效应 那么那个时候 A股就会比较麻烦了 第二个 日本和韩国 新冠病毒疫情发展的情况 我们知道 日本和韩国是很多半导体材料的生产基地 如果这两个国家的疫情持续升温的话 那么后面 即使是中国恢复了生产 但是却很有可能会面临 一些原材料和中间材供应不足的情况 那么这将会严重影响到 整个供应链是否会出现断链的风险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对于A股中的科技股 将会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第三个 A股目前短线 会有进一步的调整需求 短线的第一支撑位 我们可以看上升指数2960点附近 并且我们需要在后面两天 密切去关注 篮球股是否会有所动作 第四个 成交量 特别是券商板块的成交量 如果后面篮球股需要有所动作的话 那么A股的成交量 特别是券商板块的成交量 就不能萎缩的太快 那么现在选股方面 我们目前需要如何来把握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以前 我们先来看两组数据 首先是今天北上资金个股数据 今天北上资金 净流入超过一个亿的个股 只有三家 分别是 恒生电子净流入2.3亿 保利地产净流入1.8亿 以及贵中茅台净流入1个亿 另外 今天北上资金净流出前5名的则是 中国平安净流出7.6亿 京东方A净流出4.9亿 中兴通讯净流出4个亿 宁德时代净流出3.2亿 格力电器净流出3个亿 我们看到 今天净流出前5名的个股 流出的金额都已经达到了3个亿以上 并且科技股今天被北上资金减仓的力度还是比较明显的 另外我们再来详细看一下 今天的涨停跌停个股详细数据 今天涨停的89只股票中 股价低于10元的有62加 占比接近70% 而今天跌停的97只股票中 股价高于10元的有91加 占比接近99% 而股价高于50元的有25加 占比接近26% 所以从这些数据我们建议 大家目前在选股方面 要紧防高价科技股的下跌 并且可以去关注一些低价科技股的补涨机会 特别是那些在底部 刚刚拉出一根大阳线的个股 最后我们简单总结一下目前的操作策略 短线上科技股有一个调整的要求 我们需要去留意高位科技股的下跌 同时也要去留意低位科技股和蓝筹股的一个补涨机会 那么这是今天的说评节目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